西方人的觀點就是禮拜天的第一天 所以我們就日到六剛好 所以這個地方return type不要去設定 那我們給他這一天 L1的日期 然後回傳回來就是2 2的話那應該是禮拜期 禮拜 一嘛對不對 因為那個 西方人認為美國那邊認為 一個禮拜第一天就是禮拜天 那禮第二天的話那就禮拜一按確定 OK那我們就得到第一天位 那剛好就是這個位置 OK 所以我要怎麼樣剛好 可以把將來我需要 第一個 我的第一天就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我最後 向右向下填滿就只有31天 不會有32天也不會有30天 所以根據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一個萬連力 那這裡的話呢 首先我們要來解決這個問題之間 也是一樣 把這邊 這個地方插入函數 跟剛剛那個地方 最近使用過的column 有沒有 按確定 那column部分的話呢 我們用原來的這地方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什麼 加上 Row一樣 這邊加上一個Row Row然後 再 刮斧 後面的話呢 因為我們在第幾列呢 第四列嘛 所以減4 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呢 Row 把它直接 也是一樣 減掉4 然後光5之後呢 乘上多少呢 乘上 7 對不對 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第一天就在這裡 那如果往右 往下 就填滿了 其實不用填那麼多了 不過呢 這個地方是 就是還沒有減掉的 那我要如何 這個地方 如何把 這個公式 再加上 這兩個資料 讓他可以怎麼樣呢 很順利的把 第一天寫在這裡 然後呢 向右 向下之後的話呢 只產生到第31天 31天以後呢 通通不會出現 然後呢 第一天以前也不會出現 就會只顯示我們需要的資料就好 那這個裡面呢 該還增加哪些東西 我想各位先思考一下 也就是把這個地方的公式先做完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也把它做出來 那思考一下 這裡還需要 增加什麼 減少什麼 OK吧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